那今天是我們醫療健康獎座的第三場 那其實我要先給各位報告 就是說其實這一次的醫療獎座幕後的推手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講者 我們的林啟臻林主任 他也是我們學務處的學務長 也是在今年的2月1號由黃校長林平 當然我們學務處的大家長 那麼在這邊介紹實在是一個 要介紹這麼重量級的人物 應該不是我 我是他的下屬 那來介紹的話陳黃陳孔 因為林學務長他有非常多的頭銜 他本身是我們成大醫學院 骨科醫學的主任 那也是骨科部的部主任 那同時也擔任了我們學務處的大家長 同時也是我們今年創校80週年 台南校友會將承辦我們全球 這個嘉年華會將在我們台南舉行 所以這個重任也是在林學務長的這個承擔之下把它扛起來 所以我們也期待了我們今年度的這個校友會 能夠全球的校友會能夠回到陳大來 那林學務長他本身是台大醫學系畢業 那在民國73年到78年呢 在台大醫院接受住院醫師總醫師的這樣的一個訓練 完成的訓練完整的訓練 然後呢來到我們受聘我們成功大學 學院擔任主治醫師 同時呢也一直的努力的提升自我 從講師副教授到教授 那麼當然他不僅只在醫學方面的努力 同時也修這個EMBA我們學校的高級經理班的碩士 那也獲得了我們的醫工所的這個博士學位 所以說他是一個非常這個有為有所的這個 因為我們年齡相仿的一個青年 那現在應該說中年了 那如果說各位因為我可能也沒有辦法非常完整的介紹林學務長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進入到林學務長的這個部落格裡面 你會發覺他的私人的這個書房裡面 哇這個文章撰寫的非常的多 也常常擔任這個我們這個評論 還有寫這些這個論述 那也激起我們非常大的迴響 那今天呢我們也非常榮幸邀請到林學務長 就他的個人的這個骨科的這個專長 來為我們講解這個骨科的秘籍 那尤其針對銀髮族這一方面 我看到我們今天來的這個聽講 也慢慢要進入到這個年齡層了 所以我們就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林學務長 林主任 今天特別請李副學務長來做這個引言 主要我覺得這裡面有很多觀念 是用到跟體育相關的 因為我們李副學務長呢 他是體育的專家 他是體育的教授 然後他是我們的這個籃球國際裁判 他的網球打的沒有人是他的對手 可以說是運動非常的行 那我們其實維持健康 其實今天要談到所謂的秘籍 其實簡單的一句話 就是不要生病 不要看醫生 就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所以呢這個演講的主要的目的 並不是來告訴你哪些疾病 應該怎麼樣吃藥或開刀 應該是從我們的日常生活 或正確的觀念當中 如何使我們維持在完全健康的狀態 不要變成不太舒服的亞健康狀態 也更不要變成一種到疾病的狀態 而必須要看醫生 一定要吃藥或者甚至要開刀 我想這樣子的努力 才是我們真正所要學習的這個方向 所以今天的這個題目呢 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必須提前管理 所以大家或許都不是銀法族 但是有一天我們都會成為銀法族 我們要事先就來管理 因為有一天面對這一天的時候 我們早就準備好了 所以第二個就是所謂的銀法族 他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如果講銀法族 我要問大家 什麼時候人在開始退化 我可以講 如果從我另外從一個專業 小兒骨科的專業來講 人只要開始出生以後就開始退化 因為我們最原始的能力 就是最好的能力 可是隨著成長 當然好像是在進步 可是有很多的潛力 其實是在逐漸的消失當中 至於說什麼叫做骨科 我相信大家一般的認知 就是骨頭就是骨科 其他不是 其實所謂的所有的肢體 跟我們的運動功能有關係的 都是骨科關心的範圍 所以做這樣子的一個簡介之後 我們再來談今天所謂的秘籍 其實這些秘籍都不是秘密 它就存在你我的腦海 只是我們花了太多時間 在我們的事業 卻沒有花很多的時間去思考 或者是把一些知識 變成我們的智慧 所以我們經常去忽略了它 所以這個秘籍其實應該是一個公開的 而不是真正的是秘密 很多人 根據我們的經驗 到了年紀一段時間之後 真正要到門診來的時候 他們經常會講說 老啊 沒好啊 醫生 你開一個藥給我吃一個 吃到死死去好 這個聽起來其實是非常難過 心中我們要想的是說 難道年紀增長是老化的唯一因素嗎 老了是不是真的就沒有用 或者是說 是不是就會影響我們跌倒 或者是會造成骨折 關節疼痛活動力下降的唯一因素 有沒有其他的因素 我們要了解 如果有其他的 我們可以避免的因素 我們盡量去避免 我們是不是就不會老化的太快 或者是失能的太快 或者是痠痛的太快 所以今天的核心價值是在於說 適當的身體活動與運動 也就是生活的習慣 對年齡增長的中老年人的骨骼關節系統 他的老化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這也是我們要努力的地方 但是一般的人在認知的時候 都直接切入 因為台灣從小到大所有的考試 不是是非題就是選擇題 他問你 比如說我在門診經常被病人問的 醫生我有生骨骑嗎 有或沒有 我覺得這個問題真的是很難回答 因為只要年紀增長 長骨刺幾乎是一個必然的現象 可是一輩子可能三年五年 十年三十年五十年 所長出來的骨刺 怎麼會是你關節痠痛三天的理由呢 所以你對於所謂的骨質 所謂的骨質疏鬆 或者是講營養食品 我們知道台灣的醫療法規定 這個藥品不可以廣告 所以大家知道 只要可以上廣告的都不是藥品 那既然不是藥品 他在廣告些什麼 他說你哭下去可以爬起來 他說我的女兒在美國照顧我 他靠的是什麼 到底是有實證的療效 還是其實就是一種溫情 這個我想是值得思考的地方 很多人都覺得我吃了什麼東西之後 我就會重新回復青春 所謂的青春之犬 算存在的嗎 或許不是靠著一個泉水 泉水只有忘情水 喝了什麼都忘記的 但是真正的有很多 其實這些是應該是持續的 慢慢的逐漸的累積的一些觀念 跟一些做法 才是比較重要 在講這些的時候 稍微更正一下 我剛剛說 人只要出生就開始退化 不過隨著年齡的增長 其實我們還是有從兒童到成長 到人生的巔峰期的一段空間 這個其中 其中要跟大家分享的 人的軟骨 在巔峰的時候是30歲 到達巔峰之後 還想要再超越巔峰 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的肌肉的力量是30歲 軟骨是20歲 跳高跳低 你看喜歡從這個台上跳下去的 過了20歲大概就不太喜歡 不過如果是以肌肉的力量來講 30歲 所以你看有些運動是靠軟骨的 大概運動員巔峰是在20歲 有些人巔峰是靠肌肉力量的 大概他的巔峰是30歲 如果有些還有一點點技巧性的 可能會到35、40歲 但是人的骨頭密度 骨頭的密度 到了35歲 40歲也到達巔峰 之後其實就開始走下坡 不過35歲到50歲之間的下坡 或許走的沒有那麼快 到了50歲之後 如果是女性同胞來講 就開始有所謂的更年期 可是男性有沒有更年期 或許不像女性那麼明顯 不過在座的男性有人點頭 表示其實男性也有 不知不覺 荷爾蒙逐漸的消失的 或許速度沒有那麼快的 那麼急促的這樣子的變化 所以失去了荷爾蒙 就失去了某些的強勁的動機 但是是不是人就一定要退化 其實也未必一定要見的 所以在我們的策略 應該是在這個達到巔峰之前 所要做的事情 是想辦法要累積到你的巔峰 可以達到一個更高的巔峰 我現在談的不是這回事 我現在要談的是 當你到了巔峰 過了巔峰之後 你如何讓你自己 這個走下坡的這個坡度 速度能夠變慢 我想這個才是一個 我們今天談的這個主要的主題 所以我們要談的是說 我們會影響的 絕對不是只有自然的退化 年齡而已 不是只有你的基因而已 我們其實都會在從事運動 你的運動合不合適 會不會造成傷害 而這些傷害反而造成你容易退化 我相信也有很多運動員 過度運動完以後 其實就是一個好像計程車一樣 拼命的超了以後 很快的就會逐漸的 好像退化的特別快 另外呢 我們都是在做事情 我們的所謂的事情 有些是工作 有些是家事 有些是領薪水的 有些是不需要領薪水的 有些是生活之所需 這些我們的所謂的職業傷害 我們的職業 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生活當中 也有很多 對我們的身體是有害的 那麼這些有害的因素 在哪裡 這個是我們要了解 而且要避免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三合一 所需要了解的 一些它真正的關鍵的因素 到底是在哪裡 接下來就談說 我們如果要進行一些活動 我們就會有一些目標 舉例來講 日行萬步 這個是國民健康局 在推動的一個活動 我們的成大的體育 這個體育士 體育也非常的積極來推動 在校園裡面可以看到 上面貼的很多的這樣的圖形 告訴你怎麼做 基本上這是好的 我們的賴校長 前賴校長也是非常的支持 這樣子的活動 不過 那先說 讓你們在大股 chair 要到對齣 我會覺得 你想說 一下 然後 要趕緊這所 駕馆跑來的 如果一起追蹤 來 現在 他有一次 就是說 他想看 因為膝蓋關節受傷 他沒有辦法日行彎步 可是他如果日游千公尺 說不定他可以 也就是說其實運動是要有所謂重視個別的差異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體所適合的運動 有的人適合走路 有人適合跑步 有人適合游泳 所以倒不必一定要用單一的價值 而是要用多元的價值 來談談我們每天應該要運動 可是怎麼樣的運動 對你的身體會比較好 所以呢我們在做身體活動或運動或勞動的時候 我們永遠要了解 其實健康跟傷害永遠是有個天平存在 我們知道我們要運動是有益健康 可是有時候過度就會產生問題 所以這個健康的天平到底是在哪裡 必須今天在講密集 就是說這個答案不是在醫生 而是在你自己的手上 你必須要了解 你的健康促進 包括你的目標 是想提高你的體適能 你想提高你的心肺功能 你要增加你的新陳代謝 你要讓你的骨骼或者是關節 或者是肌肉或者是什麼 是你的目標到底在哪裡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一種生活的品質 包括因為健康的議題 不是只有身體的健康 還包括心理的健康跟社會的健康 所以有很多人我曾經有一個病人 我告訴他說 你可能要稍微修剪你的運動量 我沒有叫他不要運動 他就哭出來了 下次來看 他穿了一個 這是一個75歲的老太太 不好意思 一個75歲的美女 資深美女 他穿著短裙 穿著運動鞋 他就是喜歡跳土豐舞 他說 醫生你不讓我跳土豐舞 我就人生沒有意義 這是他的生命的品質 生活的品質 其實我是完全尊重 但是你要知道說 你如果運動完了以後 運動的時候很快樂 運動完以後卻全身痠痛 然後兩三天爬不起來 這樣子的運動 對你身體會有益嗎 你還是必須要做評估 也就是說你是要健康促進 你不要右邊的這個運動傷害 運動傷害有包括 慢性的運動傷害 就是它是常 逐漸累積的一些發炎 所產生的連鎖反應 第二種是急性傷害 我運動完以後 我立刻扭傷 我立刻怎麼樣的 這種急性的傷害 另外 要非常特別擔心的是 運動的促使 我們也聽過很多 其實在我們周邊 有很多的例子 非常有毅力的 他們幾乎每天運動 每天大家都稱讚身體健康啊 身材非常好啊 精神異異啊 突然有一天去運動完 回家以後 睡了一下 怎麼沒有醒來了 我相信大家 或許如果周邊 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你報紙一定看過這樣子的事情 也就是說 你必須要對你的身體的狀況 要有健康監測的觀念 要有危機的意識 而且不要太勉強自己到 每一天 像秀俠姐就說 她只有四天或五天 她至少要休息個一兩天 這是完全正確的 不要每天都勉強自己 刮風下雨 永不停歇 一定要達到目的 絕不終止 這些或許曾經是 事業成功的重要因素 可是 在你的健康議題的時候 有時候會把自己給逼到絕地 這個跟大家分享的 另外還有所謂的職業病 那麼還有所謂的不成功的老化 當然要定義什麼叫做成功的老化 跟不成功的老化 簡單的來講 人家看到你 就說 你最近進行不錯 看起來怎麼50歲 你身份證拿出來真的50歲 這個是正常的老化 你就說 你保養有夠好啊 50歲 都看不出來已經50歲 結果你身份證拿出來說 我40歲而已 這個叫不成功的老化 如果你身份證拿出來說 我其實已經70了 這個有夠厲害 這個就是所謂的成功的老化 就是老化是必然的 可是我在老化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是做得很成功 我擊敗了我的這個身份證上的年齡 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所以其實台灣大家知道 逐漸走向少子化跟高齡化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到最後 絕對不是養兒防老 沒有辦法說我養個兒子以後 就是很多人都是來 兒女的 兒女纏繞身邊 成歡膝下照顧我的健康 這種事情 不是說不要想 而是說這些關鍵是靠自己 因為他不可能24小時跟在你的身邊 你如果是請一個外勞 萬一他沒有什麼觀念 那大家知道說這種外勞照顧 或者是一些 其實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終極目的 今天的核心價值 就是在於我們要成功的老化 我們要beat the age 這個所謂的age 是說我們的身份證上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 再談一下 我們身體的骨骼關節系統的整個老化 其實不是只有骨頭本身的老化 它這個字很小 不過呢 我寫到大致的地方 就是在各位的左邊 談的是你一般人 所熟知的骨骼關節系統的老化 包括說你的骨頭 你的關節 軟骨 你的肌肉 你的韌帶 等等 這個是我們形而上看得到的 右邊寫的是其他的生理的功能 包括說你的認知 你不知道說 這樣子的樓梯是危險的 你一踢到樓梯就摔倒 反應時間 有誰在座的各位 有些你的電動玩具 玩得比你的兒子孫子要來得快的 沒有 因為反應時間一定隨著時間 我們越來越怎麼樣 年紀越大 就越來又穩重 越來越不衝動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切都變慢 所以變慢 反應時間慢 這是你的事實 所以有時候你明明知道 但是你做不到 或者是你來不及 這個是要了解 要有一種自我的體認的地方 還有本體的感覺變差 還有平衡感下降 我會再慢慢足以再講 我們先談骨骼關節系統的老化 軟骨是我們骨頭跟骨頭之間 活動的關節的一種 緩衝的一種機制 那這種機制呢 它隨著年紀 剛剛說巔峰到了20歲之後 就逐漸的 不管是它的成分 不管它的新陳代謝 就逐漸下降 關節承受的是一種關節的壓力 壓力P等於什麼 除以什麼 來我們另外一位 這個生物力學的博士 匡佑博士 F除以A 這個力量 這個F除以A A就是關節的面積 OK 如果你逐漸年齡變大 有誰年紀越來越大 身材越來越好 體重越來越輕的請舉手 幾乎沒有 新陳代謝面脈 每個人體重都是逐年增加 你的逐年 體重逐年增加 F增加 這個時候你的軟骨的品質變差 你希望得到的P降低 可是體重卻是增加 F增加的 你要怎麼辦 你就是要增加你的A 所以你的軟骨就自動的 它本來是一個關節的小小的平台 它自然會往外逐漸的延伸去 違章建築 去蓋出很多的軟骨 它往外長出去的時候 從X框來看 違章建築看起來就是骨刺 所以呢 老化磨損之後 自然產生的骨刺 其實是一個正當防禦的激轉 它是為了要降低你膝蓋的壓力 讓你的軟骨能夠承受 而不要產生發炎能夠疼痛 所以有很多人看到骨刺說 醫生啊 我有生骨刺沒 你骨刺給我拿起來 是不是問題就解決 當然不可能解決 當然不可能解決 因為關鍵是在於軟骨 變薄 變成沒有活力 變成沒有彈性 所以為了要承受這樣子 它才產生這些骨刺 所以你骨刺把它清除掉 其實沒有太大意義 除非這個骨刺本身 正好壓迫到旁邊的神經 我們要解除的是壓迫神經這件事情 但是單純把骨頭拿掉 本身是沒有意義 所以這個是有關於我們軟骨 退化 變薄 變成縫隙變小 而長骨刺 或者是軟骨下面的骨頭 因為它要抵抗不要崩壞 變硬 硬邦邦的骨頭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所以這是一種自然的機制 接下來談到骨頭 骨頭我們是要支撐自己的身體 這個骨頭一定要足夠的強壯 一定要有它的密度跟它的強度 但是呢 密度只是強度的一種因素 我們成大 強的就是工學院 我們知道說 不是水泥灌的很多 這個建築物就會強 我們知道它的一個建築物 一個建材的強 其實是有很多的因素 我們骨頭的強 不是只有鈣質多而已 它還要很多 比如說它的本身的這些結構 它有一些垂直的結構 橫向的結構 裡面有很多的骨小糧 它裡面是一個活的組織 它還要補充很多的養分 隨時在做修補的工作 它必須要維持這樣子的活性 骨頭才會強壯 當你體重比較重的時候 我們的骨頭密度 35歲到達巅峰 當你的體重比較重的時候 我過去做過小孩子的研究 真正決定小孩子骨頭密度的 最重要的因素 不是年紀 不是身高 不是運動量 而是它的體重 為什麼 因為當你身體需要 它就體重比較重 身體不需要 就比較輕 耐校長是很喜歡運動的人 因為這個不是不健康 所以應該這個不算洩漏醫療秘密 耐校長告訴我 他骨質密度測量 他發現有人告訴他骨質疏鬆 他說我這麼喜歡運動 怎麼會骨質疏鬆 我說賴校長 你不用擔心 因為那是你很健康 你只是不需要這麼高的骨頭密度 因為你很輕嘛 所以我不是故意 但是說就像一隻螞蟻 螞蟻的骨頭密度重嗎 絕對不重 可是螞蟻你把它再怎麼摔 它都不會骨折 因為它很輕 所以骨頭的密度 其實跟強度之間的關係 有一些微妙的關係 它有成正比的相關 但是不是決定的因素 而且呢 現在所測量的骨頭密度的儀器 如果是用超音波檢查的 基本上它的R2大概是0.6左右 也就是說沒什麼準就對了 如果是比較好的機器就比較準 分享一個經驗 一個52歲的婦女 每個禮拜運動打網球兩次 她在某一個不用錢的超音波檢查 骨質疏鬆說四期 她擔心要命 醫生幫她檢查 叫她千萬不要走動 以免不小心隨便走一走骨頭就斷掉 我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她換了一家中型醫院 做了一個檢查 變成兩級 我說你的情況應該比這個好 她要換到一個醫學中心 檢查以後變成正常 表示說我們所檢查出來的 骨質密度的這些數據 是當做參考 你或許同一個檢查 我今天到明年到後年到什麼時候 我可以做同一個儀器 你可以做參考 但是你如果要跟別人做比較 因為當初的測試的這個環境 本來就有潛在的不準度 再加上儀器本身的不準度 再加上很多複雜的情況之下 你千萬不要跟人家比 尤其是有些儀器從國外買過來 一方面它便宜 你不可能用台灣的數據 所以萬一買過來的裡面的正常值 你是跟美國人比 你怎麼比得過 對不對 所以那些東西是可以拿做參考 但是不要拿那個數據 當做一個診斷的工具 那個東西只是做參考而已 骨頭的密度並不等於強度 骨頭的強度並不代表一定會骨折 一定會產生狀況 因為你骨頭再怎麼強 你用力一摔 摩托車一撞 不斷掉的幾乎沒有 所以要防止自己產生意外 產生跌倒 產生什麼狀況 所以有一個核心價值 叫做防疊重於保密 雖然要保密防疊 但是要防疊重於保密 這個是跟大家要來做分享的地方 接下來看肌肉 有很多人說 因為我沒有辦法運動 所以我的肌肉逐漸的萎縮 可是有很多的研究會發現說 其實就是因為你肌肉開始萎縮了 才會開始骨頭開始退化 因為你肌肉萎縮了 你的運動量就不足了 以後骨頭強度就跟著也不夠了 然後裡面的軟骨也逐漸的萎縮 也就是說肌肉骨質疏鬆 或者是跟這個軟骨的退化之間 其實是有一些非常互相的影響力 所以在這裡提出一個疾病的名稱 叫做骨鬆肉池症 因為一般的醫生或者是一般的人 都會告訴你 你骨質疏鬆有沒有 但是其實骨質疏鬆的背後 是跟你的肌肉萎縮是有關係的 所以你真正骨質疏鬆是骨鬆肉池 所以你要恢復你的骨頭的密度 其實要激勵要先增強 那麼根據醫學的研究 這個是很多的研究來證明 其實你每天如果穿著短袖短褲晒太陽25分鐘 幾乎比任何的藥物來做治療骨質疏鬆更有效 做戶外的活動 這個是一個有實證的研究 所以另外軟組織 關節韌帶跟鬆弛度 肌肉是你可以控制它可以動的 可是我們的身體還有很多你沒有辦法控制的 這些所謂的軟組織韌帶等等 這些鬆弛度等等 這些是你沒有辦法隨意控制 可是你有在運動的情況之下 有在訓練它的情況之下 它本身會加強 那麼關節韌帶如果太鬆弛了 以後關節不穩定 其實軟骨在那邊磨損的機會就會變大 所以這些因素都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講這些都只是要來做一個引言 引言是什麼 也就是說我們骨骼關節系統 是做什麼呢 它是拿來運動的 你如果有認真的在你的運動當中 去找到一個恰當好處的運動 其實你整個的身體都會變好 骨骼關節系統都會變好 所以也不是要靠著吃任何的運動 所以要靠著吃任何的運動 才能夠來協助 另外的產生的心理 這個生理變化 包括我剛剛說到 提到的認知功能 認知功能 是你的經過你的思考 或者是潛意識裡面 看到情形 自動判斷它的危險性 反應時間剛剛有說到 我們很多事情遇到 我相信大家也有經驗 邊邊都讓你走 走到拔拔倒 但是用人要拔倒 如果你沒有跌倒 你也沒有扭傷 你也不會造成問題 所以這個反應時間 其實是可以訓練 所以有的人 為什麼 我不是在這裡鼓吹 可是為什麼有的人 鼓吹要說 要事件會 要練打打麻將 打打牌 玩完 老人家也要玩完電動玩具 為什麼 因為其實是在訓練 你的反應的時間 還有本體的感覺 也是非常重要 本體的感覺 本體的感覺 就是你或許你在走路的時候 你永遠不會感覺 你的膝蓋在哪裡 不過呢 你試著把你的眼睛閉起來 你要去爬這裡的樓梯的時候 你就自動 我的腳在哪裡 我就要去探視 這個本體的感覺的好話 也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真正危險的時刻 都是黑暗的時刻 晚上燈忘記開的時刻 來不及開的時刻 所以這種本體的感覺 其實也是需要訓練 有時候就是要 比較暗的時候 或者是自己眼睛閉起來 學習單腳站立 或者是兩腳站立 或者是單腳站立 或者是去體會自己的肢體在哪裡 這個能力是可以訓練的 平衡感也是一樣 平衡感也是一樣 我身體這個平衡 需要一些包括腦部 包括我們肢體 把身體校正回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有時候需要從事一些活動 來做一個改善 所以你進行的運動當中 有沒有辦法來協助這四種因素 這四種能夠讓你增強 這個才是關鍵的因素 不是說我去做某一種運動而已 而是這幾個運動 夠不夠來增強 我應該不夠的地方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要改革的地方 另外影響還有包括性別 不是只有年齡 我不是說男比女強 還是女比男強 我沒有這個意思 但是我要說的是 男女有他的特質 男生的優點是肌力比較強 缺點是太衝動 女性的優點是柔軟度比較好 缺點是這個爆發力跟體耐力比較差 這是特質但是無所謂好壞 我們另外要考量的不是體重 而是身體質量指數 它的公式在下面這一邊 不過身體質量指數當然比體重來的重要之後 我們另外還要考慮基因跟環境的影響 還有另外就是體勢能 我對不起 身體質量指數不如體勢能的重要 我們身體的體勢能比較好的情況之下 你到底要做 比如說我被問過 或者是我會問一個這樣子的議題 就是你認為一個靈活的胖子 跟一個根本沒有辦法活動的瘦子 到底你要當哪一種人 這樣子 應該這樣子的議題不公平 又回覆到是非體或選擇體 最好是其實身體不是什麼胖子或瘦子 因為我要講的是 有很多人因為基因的因素 它最適合自己身體的體質的體重 是跟別人不一樣的 有人再怎麼吃都不會胖 有人再隨便亂吃 或者根本都不吃 連喝手都會胖 有人再怎麼吃吃的太多都不會瘦 所以這些有些是自己體質 因為我們有所謂的中胚層體質 內胚層體質 有外胚層體質的 這樣子的一種說法 所以是有一些特質的 但是呢 所以計較的不是 倒是跟別人比較我的體重 或者是身體質量指數 而是說 我在這種體重的情況之下 我是不是耳聰慕名 我是不是生活愉快 我是不是體力充沛 我是不是心肺功能很好 我是不是做運動 比都比較不會累 我相信 你跟別人比都沒有用 你需要的是跟你自己比 你把自己的體重降個兩公斤 就成很舒服 你再多降兩公斤 你就會全身沒有力 所以到底是最適合的在哪裡 是需要你自己去找 另外就是職業跟傷害 剛剛有提到 生活當中有太多的細節 同樣是搬一個東西 用人體工學來講 你搬的姿勢不一樣 這個背部就可能受傷 或者不受傷 所以要有這樣子的概念 我們才會要去挑 我們要去修正我們自己 生活上很多的細節 比如說你做家事 是不是傷害的 不是 你是在嘴 natomiast 就是在嘴巴 吸到腰痠背痛 還是說 你可以用比較人體工學的方式 放個輕音樂 然後輕輕的 好像一面跳舞 一面來掃地 流頭到腳 有沒有可能可以改變你的pattern 然後就讓你變成 好像是迫不得已一定要做的 當然可以不做的不用做 一定要做的是 必要做的是 用比較正確的態度 讓你做得愉快 身体健康 这是要努力的一个目标 所以接下来要进入的 所谓的骨科秘籍 还是在于说 我们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习惯 跟改变我们的一些运动的 一些常规 然后进行让我们身体能够更健康 所以这个牵涉到 我下面有两个字 一个是叫做知识跟智慧 你所学到的都是知识 老师告诉你怎么做 报纸上告诉你怎么做 医生告诉你怎么做 但是告诉你的这些 对别人合适 对你合适吗 你的身体适合这样子做吗 他告诉你说去要去运动 你就去打羽毛球 结果你跟你的孙女去打羽毛球 打完以后手都根本抬不起来了 适合吗 所以知识要变成你的智慧 这个中间有一定的落差 这个智慧就是需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 跟对从事某些运动 之后你知道怎么 自己应该怎么做才对的 这个才叫做智慧 第二个是说要保护跟保养 我们的人就好像一个机器一样 尤其是银滑足 当然就是等于中骨的机器 我们这个中骨的机器 不能当做新车来开 所以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这种 使用的过程当中 要知所保护 有些是比较危险的动作 我们要知所保护 不能像年轻人一样 要学Michael Jordan Covie Bryant 做些很危险的动作 因为做了那个动作 你没有他的体能 你没有他的装备 你没有他那么好的地板 你也没有那么好的教练来训练你 你搞不好就会受伤 所以要做的一些事情 要有保护一个观念 跟加上一个保养的观念 大家只要看看职业投手 职业棒球的投手 投完球之后 今天王建民又拿了第二胜了 胜头了 虽然失去四分 但是还是拿了胜头 六比四赢 王建民像这样子的职业的投手 投球投在投之前跟投之后 这是转播你看不到的地方 可是那个才是最关键的部分 来决定他下一场 有没有办法再继续投 所以这个保养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有很多的这个秘诀 也是一种知识 也是一种智慧 简单的来讲 很多事情都是有科学的研究 今天不是只有一个医师的 一个个人的经验 这是根据很多的研究 所得到的结果 你如果骨头的密度 就是要足够身体需要 也就是你要运动的话 强度要够 举例来讲 你如果去游 如果是慢慢的游泳 如果是打打太极拳 对骨头密度大概没有效 你可能必须要跑步 你可能要打打篮球 踢踢足球 强度够 你的局部的密度才会够 女性是因为柔软度好 但是缺点是因为她的 我刚刚说爆发力不够 肌力不够 所以特别需要运动 骨头才会有 这个是有关骨质疏松的议题 但是你太强烈的运动 男生容易过度的运动 所以呢 以前跟我在教职员篮球队 这个拿过大砖杯 教职员篮球赛 六年霸的 所有的团 我的所有的球员 通通是我的病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 因为做这些很激烈的运动 就容易产生一些伤害 从于磨损 所以呢 其实后来要记得 不要过度运动 是可而止 温和运动 有利于软骨 冲撞运动 不利于软骨 因为软骨 就是要做比较慢的一种运动 因为软骨里面的营养 有三分之二 是从关节在活动里面的关节翼 利用所谓的pumping effect 好像一个棒骨一样 挤压挤压挤压挤到软骨里面 才去提供它的营养 跟骨头完全从血液过来的是不一样 所以有人说 我既然是一个机器 那我通通都不运动 我是不是身体就不会坏 请问你 你买一辆车 放在仓库 一年都不开 这辆车子就是跟新车一样吗 你的电脑买来以后一年都不开 难道就不会坏吗 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身体的软骨 你不动 其实软骨会退化的更快 当然过度也不行 所以恰当好处的重点才在这里 至于习惯上 年轻养成运动习惯最好 但是一般的人 如果没有 到了老年人才开始运动 其实没有关系 不显晚 永远不显晚 什么时候开始都没关系 只是你如果晚一点开始 你就必须要有耐心 循序渐进 不能够太过激进 老年人需要时间跟耐心 当然重点还是在于 提升你的体势能跟心慧功能 因为我们健康 我们运动的目的是要得到健康 我们不是要拿来比赛 你拿几个冠军通通都没有用 你很喜欢运动 看在报纸上都没有用 有一些运动运动可以看在报纸上的 后来再出现报纸 就是早上去登山回来以后 突然之间倒在路边 还好有人把他给救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核心价值 到底运动的目标在哪里 要分清楚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变成 做超过我们自己能力 所能够做的事情 也就是危险的事情 当然我 其实当然不要提到 最近所发生的意外的事情 这个台新金的这个林董事长 这个登山产生意外的事情 但是其实良力而为 做安全的运动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另外有333的目标 每周至少运动3天 每次至少30分钟 然后心跳能够增加到 每分钟130下 因为这是第三个三 不过我对第三个三 我相信如果礼拜一有听过 蔡良敏医师的演讲的 他说人的最高的心跳量 要计算是220 减掉你的年龄 如果你是60岁 减掉60至160 最高运动 你希望能够达到 你的最佳心跳 是在百分 最高心跳的 百分之50到75 也就是说 你适合的心跳的速度 应该是 大概是60下 如果你是60岁的话 不好意思 算一下 数学不好 80下到120下之间 你千万不要 60岁也把自己运动 跳到心脏 130下 你心中可能会冻不住 你可能会心肌缺氧 你可能会狭心 你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这样 心跳增加到 每分钟130下 算一算 是适合 这个我们最高心 这个最适当的是65% 这个是大概适合20岁 20岁跳到130下 50岁就大概只剩下110下 所以这个要稍微调整一下 不要真的要拼130下 不要太过勉强 跑步有好处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平衡感 对预防跌倒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平衡感的训练 生活当中 有些平衡感的训练 非常重要 柔软拉筋 肌肉力量的训练 跟有氧运动 在基本上是伤害性比较好 就是比较少 缺点比较少 优点比较多的运动 太极运动 是很多的运动当中 比较有实证 对老年人示范是好的运动 可以透过改善自体的知觉 来改善动态的平衡 另外还有很多的活动 登山 垂球 土峰湖 游泳 骑脚踏车等等 这些运动 每种运动 它都有一些它的好处 我必须承认 也有它的缺点 举例来讲 骑脚踏车 有的人穿着长裙 很优美的骑脚踏车 不小心裙子去被轮胎去夹道 去卷道就跌倒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我们校园 那么所以呢 我们经常要做运动的时候 有一些要领来做分享一下 第一 运动一定要有习惯 你千万不要想说 我只要有空我就去运动 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运动 你可能整个礼拜都忙得 没有时间运动 不行 你一定要把运动当作一个核心价值 要列入你的行事力 无论再怎么样忙都要去运动 所以一定要养成习惯 第二个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 尤其是新开始新的运动 你千万不要一次 就跟你的孙女去打羽毛球 打到说什么高原球 打到手抬不起来 一定是循序的 要从这个不同的运动强度 慢慢增加你的运动量 第三个是要加强有氧运动 什么叫做有氧运动 是不是1 more 2 more 3 more 4 more 那个才叫做有氧运动 我问大家 跑100公尺算是有氧运动 还是无氧运动 请问一下 无氧运动 李学务长说是无氧运动 你如果要拼速度 跑100公尺 用10秒正 这个是我们副学务长的实力 那一定是无氧运动 你如果拿1分钟来跑100公尺 可不可能是有氧运动 你拿2分钟来跑 可不可以 轻轻的跑 好像在演那个电影的慢动作一样 其实任何的运动都有可能 有它的有氧成分跟无氧成分 因为所有的有氧运动 是因为我们身体 如果在运动的时候使用的能量 是把我们的葡萄糖 变成能量的过程当中 是经过两个阶段 一个是有氧阶段 一个葡萄糖产生两个ATP 就是一个能量单位 再加上两份的乳酸 这样子叫做无氧 前面的部分叫无氧运动 激烈的快的都只能够来不及 做到下面那一步的 就只能做无氧运动 但是如果你如果 这个氧分的攻击充分 换气足够 而且运动量不要太激烈 能够让剩下的这两份乳酸 它再各变成18份的ATP 以及把所有的废物 乳酸的废物都变成二氧化碳跟水的话 总共产生的是38个能量单位 废物是二氧化碳跟水 而不是只有两个能量单位 加上两份的乳酸 大家知道乳酸堆积在身体里面 就会怎么样 就会乳酸堆积 然后就会酸痛 就会痙攣 就会抽筋 对不对 所以当然无氧运动的重要 无氧是应该要避免 那有氧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另外要主力运动 主力运动 比如说进了健身房 都这种对抗主力的运动 才真正能够训练你的肌肉跟骨骼 比如说有一个朋友 每天健身房跑步 他就这样跑跑跑 他都觉得就是这样子 好像也没什么进步 有一天我说 你应该要加强你某个肌肉的训练 他才训练的不到一个礼拜 他就觉得我的小腿变结实了 肌肉变结实了 所以其实还是要做一些主力运动 预防运动伤害 要强调热身跟拉筋 是不一样的 还有运动要个别化 另外你要有自重自己的体势能 而且要做健康监测 要做定期检查 我要问大家 我问大家在三年之内 有做全身性身体健康检查的 请举手 全身性的 我建议大家 当然国家是四年 四十岁以后 就免费定期检查一次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做 不要TK说我身体很健康 所以应该都没有问题 还是一定要维持身体健康检查 要维持动机跟正确的评估 我的动机是什么 我运动的目标在哪里 我再举一个例子 也是一位奥巴桑 我说他应该要游泳 因为他的膝关节 退化性关节炎 游泳是负担体重 是可以做的运动 结果呢 他去游泳 隔天回来肌肉痠痛 说他没有办法再去游泳了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去游泳池的时候 看到隔壁一个 欧巴桑比他较老 受到比他较快 心里又想说 我以前是运动健将 我怎么可以输给你 脑梁跟你拼了 拼了以后 他一直在做无氧运动 然后在那边水中一直挣扎 也游得很不快 游了回来以后 全身哭到被水呛到 也很不舒服 然后全身都在酸痛 那就是动机不对 你今天不是跟别人比 你是跟自己来比 然后正确评估 我今天运动完了以后 我的运动量够不够 很多人说 我运动 我很舒服啊 这个运动的时候 都不觉得酸痛 我说那你运动完 回来以后 休息两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又怎么办 情况如何 他就说 回去 回来以后呢 就睡一个觉 结果都爬不起来 全身都酸痛 晚上就不想吃饭了 这样子 那这个就保证 是一定是运动过度了 对不对 所以要有一个 维持正确的动机 跟正确的评估是很重要 另外有性别的差异 男女是一定不一样的 所以夫妻去走路 夫妻到操场去走路 最好不要去路上走路 因为一个越走越远 后面在那边追的 就追的非常辛苦 然后你叫前面那个走慢一点点 因为它动不掉 因为走路有一个自己的最佳速度 所以最好去操场走 而且不要两个同一个方向走 最好是一个逆时针 一个顺时针 走一走就中间 嗨一下 继续再走这样子 见见面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我们每次会面的地方都不一样 可以制造一点点浪漫 跟情趣 该休息的就休息 所以不要跟别人比 包括你的伴侣 也千万不要比 你是稍微去运动 但是没需要获胜比较 另外要重视感觉统合 平衡感跟稳定度 这个是重要 刚刚讲过 所以如何避免 避免运动伤害 当然有很多的tips 这个是一般的运动伤害 大家都知道的 要睡眠充足 运动前不要进食 不容易消化的这些食物 或者是运动完之间的 这个缓和运动 运动完以后 还要把花点时间 来做一个收抄的动作 是非常重要 但是中间的热身跟拉筋 热身就好像热机一样 你开一辆车子 不会引擎一开 立刻开上高速公路 你一定要缓慢的 让它逐渐的 在运转的过程当中 产生一些温度 同时把里面的机油 送到所有的机械 应该要到的地方 也就是说 你要维持它 最佳的机械效能 而且在足够的温度之下 你就比较不会有 所谓的无氧呼吸 你就比较有比较多的有氧运动 所以这个热身的好处 就好像热机一样 增加你的效能 而且不会浪费精力 而且不会产生废物 然后另外拉筋的好处 慢慢的热身跟拉筋是两回事 拉筋比较像是在绑安全带 因为我们身体的肌肉的敏捷程度 其实是靠两种 一种是肌肉里面的叫做 Muscle spindle 另外一个是肌腱里面的叫做 Gorgi apparatus 那个名字大家不重要 因为不会考大家 可是肌腱的敏感度 要经过拉筋 同一个动作 拉筋 拉着撑着 有点点酸的感觉 要维持30秒以上 那个高肌势体 才会去产生一个敏感度 它对任何的反应 都会反射动作 大家知道 肌腱有敏感度的时候 我瞬间要肌肉 要受伤的时候 它就像安全带一样 它就把你拉回来 就是刚刚我说的 便宜都让你 走到拌拌 陪着拌到没拌到 这样就都没问题 就是靠着肌腱的敏捷度 把它拉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热身跟拉筋 所以为什么说 一般的运动伤害 有70%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你如果真正做好 热身跟拉筋 有一下危险时刻的时候 它把它一拉就拉回来 这个是跟大家所分享的 另外有一些观念 劳动不是运动 有时候问欧巴掌说 你都要运动了 我都运动了 我每次去买菜 我都在损肚子 我都在损肚子 我都有那个 八关八戒 你八楼梯 我在爬楼梯 我在当做运动 我跟大家讲 爬楼梯算不算运动 买菜算不算运动 你如果当爬楼梯 当运动 请问你 你有先做热身跟拉筋 才去爬楼梯吗 有的请先举手 有先换运动衣 算运动鞋 再去爬楼梯吗 所以你是迫不得已 一定要做 一不达到目的 绝不终止的 那只不能算运动 那是算劳动 你去买菜 一定要穿水水 蒸水水 鞋子要穿那个三寸 要高官大 去买菜 一定是买菜越多 买来越来越重 又较疼 你也要拿回去家里 你有成就感 支撑你走回来 可是你走回来之后 你的关节膝盖 受得了吗 这个才是一个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我说实在的 我觉得 做老人骨科 我发现 台湾有一个 症候群 叫做 台湾阿信症候群 台湾阿信症候群 就是说 自己的身体 为了家庭牺牲奉献 都可以不用管 因为他从 这种 对家人奉献的成就感当中 得到一种补偿 可是身体却越来越差 差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就等到不行的时候 全部的人都回过头来 只好照顾他 才知道说 这个人在家里 多么的重要 可是那个时候 就是真的说 医生啊 老子都没路 所以这个一个正确的动机 刚刚是提到的 正确的动机 应该是非常的重要 另外一个概念是 跟大家分享 是老不当异状 因为有很多人听到说 这个人老当异状 我说老不当异状 我遇到一个奇人 60岁 有30岁的体能 我就很好奇 我就问他 什么时候开始养生 我说 我猜你30岁开始养生 他就很好奇说 林医师 你怎么知道 他从30岁开始觉悟 我说 因为老不当异状 可是你提早 来保养你的身体 我说 时间几乎在你身上静止 看不到 他真的是非常成功的老化 但是呢 他当然真的30岁 他其实应该是 30岁当然还更好 所以他在60岁 跟别的60岁比较起来 他是成功的老化 可是比起他以前的30岁 当然已经退化 只是说退化的比较慢而已 所以老不当异状 但是你可以因为你的努力 而使这种退化的流程 变得比较慢 我觉得这是一个 相对的是一个努力的目标 但是不要想说 越劳越用 不要相信这样子的一种 应该是美丽的谎言 所以接下来要了解各项运动 你要了解他的好处 跟缺点到底在哪里 对你做的这个运动 对哪一个组织有好处 你的伙伴是谁 习惯是谁 你的心态是什么 你的频率跟时间 喜好跟擅长 还有你的替代运动 因为你不能只做一种运动 万一下雨 万一什么 比如说很多人喜欢跑步 现在成功操场 不是成功操场 我们的光复操场在整修 整修不晓得什么时候 整修会好 所以我就这段时间都不跑步了 都不运动 这样子不行 你还是要有一些替换运动 那么你说我跑成功操场 那我来跑路跑好了 跑操场跟路跑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地表面的硬度不一样 地表面的硬度不一样 而且你在跑路跑的时候 你要知道 那个路不可能是完全平的 它是有些斜度 所以有的人 有一个病人这样跟我讲 他去跑路跑 他说左膝痛 右膝不痛 我说你跑哪里 我说你跑路的哪里 他看 他每次都路的斜斜的某一边 所以身体的重量 有三分之二是在这只脚 三分之一在另外一只脚 所以这些很小的细节 都要非常的重视 它会不会造成这些 右边的这些状况 要做一些思考 另外各种运动 我相信这些是 可能是大家都有做的 运动其中的一种 那么或者是有别的运动 每一种运动 我刚刚说 都有它的好处跟缺点 我没有办法 一项一项的拿出来做分析 可是你要把这些 运动的好处跟缺点 跟你所要达到的运动的目标 跟你自己的身体 要去做一个调配 来找到你最适合的运动跟频率 然后如何去做一个评估 这个才是今天的主要的目标 没有答案 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答案 我只是教 跟大家来分享 如何去找答案 也就是说 经过这样子的努力之后 希望能够提升 我们的骨骼关节的系统的功能 提供其他的生理的功能 靠着把知识变成智慧 然后你要有保护跟保养 我在门诊最常讲的话 你都要保护 你如果腰症不痛 你都要穿縮腰 你就不能哭 不行不行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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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得很熟对不对 一天要走 一天要讲几十次 保佣 要伸展 要拉筋 要热腹 要按摩 如果没办法你就找货间 如果货间没办法 你可能要找骨骼 没得先吃油 最好是不要吃油 抖不住 腰要开刀 这个也是经常要讲的话 就一边是保护 一边是保养 也是用这样子的核心价值 所以简单的来讲 其实今天的骨骼秘籍 我真的没有一个单一的秘籍 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 还是要提醒知识跟智慧之间 比如说你保密跟防碟之间 其实哪一个重要要了解 把保护跟保养当作双保险 把健康比美丽更重要 我特别提到这一点是 因为我当讲到25分钟的晒太阳的时候 很多第一个反应的人说 诶 变黑呢 到底是美白比较重要 还是健康比较重要 提醒一下 没有标准答案 必须个人做思维才可以 所以我想结论是这样子 健康管理是动词 不是名词或口号 它也不是只有知识 而不是必须要思考 然后变成你的智慧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我引用了一些图 这上面的几个图 第一我是骨科医师 所以这个爱当然是骨头 然后一般人讲说 我们爱什么 我们到底是用心脏来爱 要有足够心脏 要有够酱 但是更重要的是 放在你的脑袋 放你的脑袋 所以后面有一个脑 前面有一颗心脏 那当然这个 把这个我们校友嘉莲华的logo 把它放上去是说 我们就是基于这样子的心 来办这次的这个 所谓的健康讲座 因为大家都可以说 很多人不太会 对着自己的配偶 讲说我爱你 讲不出来 但是大家都可以说 我就是爱台湾 大家都可以说 对吧 但是这种东西 真的不是靠嘴巴 真的还是靠你真的用心 你要用你的心脏 最重要是骨头要够强壮 你要撑得住才可以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期许 我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 所有的骨科秘籍之后 或许大家想 这根本不是秘籍 本来这个也不是秘籍 只不过说 这些真理就藏在你的身边 或许你平常没有在用心去思考 然后就忽略了它 期许是这样子的分享之后 大家能够有一点点收获 回去以后就花一点时间来思考 你自己的健康管理 跟你自己最适合的运动 这样子你的骨骼关节系统会强壮 你就不用 我们就不用门诊见了 我们只有在校尔会的活动 或者是在学校的自强活动 见面就可以 我们就不用在门诊见 所以以上的分享 谢谢大家 刚才也跟林主任有谈到 就是希望留一点点时间 给我们会场的这些来宾 做一个QA的互动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来 哪位来宾 来 曹老师 谢谢 谢谢协部长 但是 今天我们是20岁的话 可能保护就很重要 那现在我们就是说 已经50 关节也退化了 那现在最有 最出名的一个营养品 就是 是Glucosamine 那请问 林医师 我们到什么样状况 才需要去吃 Glucosamine 这个东西 那 他吃后 之后 到底是不是要维持呢 还是说痛了再吃 这个 这个议题 因为有在录影 我不方便直接回答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其实答案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一开始我就说过 有关营养品跟药品之间的差距 到底在哪里 我现在谈的是 比较切近我的另外一个专业 就是儿童骨科的 一般的很多的小朋友 很多的父母带着小朋友来给我看 他就说 医生 我真的要穿矫正鞋 我说矫正鞋 你如果管理穿 我是不一定推荐 我推荐你怎么样的鞋子 比如说运动鞋 对你的小朋友是好 我先帮你做诊断之后 我会建议说 怎么样的鞋子 对你的小朋友好 或者是他需要的不是鞋子 是需要训练他的一些知识 跟一些肌肉 那么你要穿矫正鞋 我是这样子回答你的 我是这样子回答 你把矫正鞋 变成那个你刚刚说的食品就可以 我说这个矫正鞋 它是有可能说你去10家 你去10家百货公司买 10家都不一样 但是全部都叫矫正鞋 他也不知道你的疾病是什么 然后你穿的就会有用吗 所以矫正鞋名字很好听 但是它是在治疗父母的心 而不是治疗小朋友的脚 所以我必须讲说 你刚刚说的这些事情 还是在于说 这个一个物品到底 一个所谓的营养食品 到底有效或没有效 简单的来讲 只要医生愿意开给你的 就是药品就是有效 如果不是医生开给你的 而你自己要去吃的 我觉得你愿意吃也没有关系 但是不吃也没有关系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我们有没有在场的贵宾 来 我们心理师 我问这个问题是 我自己好奇 就是那个 因为我自己是 本身有学瑜伽 所以我每天早上我都会习惯 状况好可以做半个小时 状况 状况好可以做到一个小时 状况不好 七天我就要赶着去 就是大概半个小时而已 但是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瑜伽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有氧运动 因为我早期是习惯是用游泳 但是现在大概只做瑜伽 但是我很好奇 它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有氧运动 但是它的确做的时候 尤其是那个动瑜伽 它的确是可以达到流汗 然后心跳也很快 情况 一个运动要有效 当然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其实心肺功能要挑战到一个程度 你做的某些运动 对于伸展拉筋可能有效 对于有些是对于它的柔软度有效 有些是不同的有效 但是是不是一定有效 如果是瑜伽来讲 在座没有瑜伽老师 我分享这样子的经验 我的门诊当中有很多人 他做瑜伽做到韧带断掉 做到半夜软骨破裂 压迫到神经的 当然绝大部分的人都不会 但是还是就是有一些病例会 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没有任何一个运动是不会受伤的 所以应该是说 不是做不做瑜伽的问题 而是你什么做 你的身体的状态是怎么样 你有没有在留意一些讯息 你有没有做一些警觉 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重要 当然我们知道瑜伽绝对有它很多的好处 不过还是那一句 没有任何运动是没有坏出的 是没有危险的 好 我们再开放 好后面的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就是有足晶膜炎的问题产生 那要怎么样去舒缓那个疼痛 还是这个是可以根治的吗 除了多休息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舒缓这个问题 谢谢 这个足晶膜炎是在你的脚的疼痛当中 医生帮你找到一个解释的方法 好 那么为什么脚会痛 脚跟会痛 这是因为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这个脚底它包括说骨头 包括说骨头里面的韧带 包括外面包围的这些软组织 脂肪组织等等 还有去拉这个骨头的形成的弓 跟肌腱这个韧带形成的弦 的这个弓弦的一个肌肉 拉它的力量就是肌肉的力量 这是一个脚底 我们在负担体重 支撑体重 去接受身体体重 考验的时候的一个弹簧 你每天在走路都要运用到这个弹簧 这个弹簧是会弹性疲乏的 它不是机器 它所产生的情况 它要修补 它就要发炎 它利用发炎的方式来做修补 所以你如果使用到 有一些状况是你使用过度 或者是你年纪变大 或者是保养不佳 或者是你有其他合并的身体的状况 比如说像是血糖高 或者是尿酸高等等 会造成这样子的一种 新陈代谢的平衡变差的情况之下 会使你早上休息一段时间之后 开始要运动的时候 就是几乎踏不下去会疼痛 因为那种发炎状态 就好像把一锅肉油汤 放到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个感觉 全部都凝结在一起 完全没有弹性 你就会受不了 你就会疼痛 你真正开始走路了之后 它又暖和了 它又柔软了 又痛好像又不见了 所以这个诊断 应该叫足底筋默炎的 这样子的诊断 应该不是只有那个筋默 在发炎而已 它是表示说 你的身体的这个整个激转 在应付你的每天的这个活动当中 失去了平衡 所以你就必须要重新思考这个平衡 包括你的运动量要降低 这个是算保护 你必须保养要增强 你必须要针对它做热乎按摩 这个俗称的 莫望天下 这个脚 莫望脚跟下大势 你只注意 你每天用到你的脚 只有在操它 你从来没有在保养它 你就必须要热乎按摩 促进它的血液的循环 局部的发炎现象 你可以用局部的药物 你可以利用一些口服的药物 去降低它的发炎的现象 可是这种修复的过程 绝对需要一段的时间 它才会慢慢的稳定下来 不是一天两天的 所以就是要调整你的生活就对了 而不是说我是吃个药 我打个针 我甚至去开个刀就可以解决 好 谢谢 如果保养不良 产生了骨刺 那只要去看林医师的门诊 接受林医师的建立之后 开始保养了一阵子以后 这个骨刺会不会消失 我要这样子回答 如果骨刺是老化的现象 因为它是身体的需要 身体的需要 当年纪越大的时候 它其实在做这种 把身体的情况做 更年轻的可能是不存在的 但是有些是不正常的 不应该产生的发炎跟骨刺 有些成分可以轻微的消失 所以你如果说 因为太多的不当的使用 产生不正常的磨损 所产生的骨刺 也有可能你改变生活习惯之后 微微的改善 但是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说 因为有没有任何一个药物 或任何一个方法 可以使你回到20岁 如果有 当然骨刺就可能完全消失 如果没有 你就不用担心它 更何况很多人 根本没有症状 没有来门诊 但是你如果不小心给它照到X光 它是有骨刺的 也就表示说 老化不见得会有症状 这也是医界在争论的地方 不是所有的老化都是疾病 你如果能够保护保养的好 你就算是有长骨刺 它不对你作怪 它其实不算疾病 也就是说你能够把自己的身体 你今天是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一个劳师来师 一个50年的一个增长品 它是不是就不能开 它是老车 可是它可能还蛮好开的 所以这个就是保护跟保养的重要性 那你不要去在乎 在某些 一些外在的医学的角度来看说 它有或没有骨刺 你要在乎的是说 我身体拿来做每天的日常生活 是不是够用 是不是没有症状 是不是称心如意 应该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看 以上 谢谢 好 来 我们申福祖的马文慧 牛长好 我 听说那个坊间的整集 或者是穴道按摩 那种东西是正确的吗 其实所有的西医当中 都不太想去碰中医的这一块 因为这是5000年的智慧 但是呢 这个5000年的智慧 有些经过实证的 有些是存在危险的 那么这些呢 是要做一个整体的思考 那我是觉得因为 我比如说 你如果去给一个西医的复健科看 它会做什么我都可以预期 可是你去给一个整集的看 它会做出哪些动作 我没有办法预期 这是相对的危险的地方 所以我也相信 有些穴道按摩 穴道按摩 就是按摩你的某些东西 身体上的某些位置 它会引发一些经过神经跟体液 所产生的一些化学变化 那么我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 都会 在很痛的时候 因为都会听到一种说法 就是很痛很痛很痛 痛完了以后就不痛了 这个叫痛快 对不对 但是这个痛快 其实隐藏着一个生理的反应 它就是说 我把你弄得很痛了之后呢 你身体会分泌肾上腺素 跟分泌脑内麻酥 你会自我感觉良好 可是你的身体 并没有更好 所以你用这些 你的确是达到 我症状舒缓的效果 但是你长期来讲 其实并没有改善 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潜在的状况 我不知道是不是 不过我也还有提醒危险性 我也遇过轻度的 本来只是有一点点痠的压迫神经 结果经过整疾之后 变成半身瘫痪的 因为他就是觉得 你这软骨就是跑掉了 吐轮了 我给你吐轮了 我给你吐轮了 结果用力一挤 用力一压 本来那个软骨有点突出 把它用力一压 它破掉了 出来挤压迫到神经 半身不随 这个例子 我必须讲说 实际的经验 实际的例子是存在的 我不是说每一个 但是我见过这样子的例子 好 我们看看还有没有要提问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 那根据我们教育部提示的这个调查 其实国人大概有规律性运动的 不到25% 所以我们国人也慢慢 也不能说慢慢 已经进入到高龄化的这个社会 如果说我们要让我们 这个年长以后的这个生活品质 是更好的话 借用学务长的话 健康管理是动词 是要自己去保持一个运动 而不是一个名词 好 我们就以最热烈的掌声 再谢谢林学务长 林主任为我们的演讲 谢谢